Hello,大家好,我是Dragon 今天再露一期节目 这一期不是关于移民的 这期是关于加密货币的 因为在北美这边的话 很多人都在炒加密货币 我以前在 玩游戏的时候 或者是在网上 碰到一些人找工作 他就先夹你,他们以招聘为由 然后夹你 让你去买加密货币 或者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你,让你去买加密货币 就是比特币啊,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不认可 这个东西,我肯定是不买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骗局 但是呢,我之前跟我 一个粉丝吧 聊过关于加密货币 他觉得这个东西能这个 逃脱法律的监管 然后能做到真正的去中心化 就是说,你我交易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知道你在干了啥东西的 我之前就认为 这个东西只能用一些灰色地带 就是非法的一些 你贩毒呀,或者是你去做这个 绑票呀,勒索呀,用这个东西可以 但是 他有一些专门的这个洗臂的 就是混毙的中心 混毙器,这些混毙器 现在好像据说也要被禁止掉 之前 今天我看到新闻说 这个币安的老板赵长鹏 他要去美国自首 他要去美国自首 他要去美国自首去 辞去他的CEO嘛 然后交好像是40多亿美金的罚款 做了就是违法的罚款 相当于可能就是一个和解吧 之前我就说我这种东西 他不可能逃脱政府的监管,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犯罪呀,贩毒呀,这些东西是 他不允许你去逃脱法律的管制 很多人都说是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一直在坚持这个是不行的 是吧 我之前也仔细研究过 就是说你的这个 如果你在这个 假如说在币安上去去交易的话 不管是在币安或任何一个交易平台上 如果他政府去管这个交易平台的话 因为他你每一个人 是相当于是一个字符串的ID嘛 很长的一个ID 你这个名字跟你的这个ID一对的话 他就知道你是谁 知道你做了哪笔交易 他是知道的 如果你用去混币器去混的话 那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就是混个 混了以后不知道 但是混币器现在好像也要被禁止掉了 就是大家在海外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眼睛擦亮 是吧 很多人加你让你去买这个加密货币啊 不要买 好不容易挣点钱 都被忽悠掉了 还是跟我之前判断的是一样的 加密货币这个东西 他不可能逃脱法律的监管 也不好 不可能就是跨越政府的监管 很多人一说 要拿个政府用这个做什么官方货币了 那都是脑残 过两年肯定是不行的 就说对于这个东西 他你要相信他这个是有法律边界的 知道吗 不要说是你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些事情 就能嗯 逃脱法律的监管是不可能的 逃脱不了的 不过我前两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吧 就说是你做违法的代价吧 违法的代价 他那哥们是哪里的 东北的 然后以前是个群演的领导 就是弄这个 后来好像组织一帮人去献许 然后他收了点钱 但是这就定义成什么组织卖血罪 还是什么被判了几个月 七八个月吧 出来以后 好像十个月 出来以后说他这个人生上就有污点 他说到哪打工都不要他知道吗 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哪里 都不要去走违法的道路 他说他在从二十几岁吧 二十五岁到三十多岁之间 到哪打工都不要他 因为他有这个违法犯罪的前科记录 其实他也没做什么 他以为那是好事呢 就是帮人家去献血 但实际上他收了一点钱 一个人收了五十块钱好像 可能没挣多少钱吧 但是这就影响了他的这个 以后的工作等等 希望大家在国内也不要去参与搞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看到你翻墙的话 尽量不要去参与这种事情 希望大家也在投资的时候要眼睛擦亮 我看之前跟我聊的哥们说是他把房子 什么东西都因为他做了杠杆 跌了以后他就把房子拿去卖了 然后去还人家钱了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擦亮眼睛是吧 还有国内币圈的各种币啊 之前都不要去炒 包括币安自己发行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骗骗这些就什么 无脑人士就是脑残人士 骗你们去买他的拿你的美金啊 或者是人民币买他发的这种虚拟的这种币 是吧 还有之前跟那个郭文贵一样 那一样都是骗子 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信他 还有很多这个粉丝 我钱的在推特里面千千就是这 那妈人都被抓了 人家都说他是骗子 你们他妈还在维护 我也搞不明白这 是脑子有问题还是怎么了 推特里面好多好多这种粉丝 我钱的 这脑残吗 不是我天的 还发行的各种什么喜币啊 这拿那一看都是骗子 我钱的 就是就是你人家拿一个字符串 然后你拿美金和人民币 或者是人民币去买人家一个字符串 什么人家这个字符串 电脑想生存多少个币 就生存多少个币 他才不管你 他把你的钱骗到手就行了 包括赵长鹏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不要相信他 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他这个他这个比特币 他没有产生任何价值知道吗 他就是说你在炒的时候 他不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知道 他不是说黄金 在我看来黄金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但是大家依然还在炒黄金 炒什么黄金是最次他还用来 可以拿当做一个饰品知道吗 他还能当做个饰品来带上 但是你比特币你不可能把它 自负款打印出来牵你脸上 对吧 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他不像一个公司你的股票 他他有正常的生产有产品有销售 有盈利以后他可能会给你分红 或者是他的股票可能会涨 但加密货币就是跟这个赌博 一样看谁傻哪个傻缺 你花一块钱买的 看你哪个傻缺花两块钱把它买走 那你就挣了一块钱 就是最后看崩盘的时候 看都谁最傻了 谁谁最傻 所以把那个借助装自己口袋里面 然后房子什么都卖完都亏不起知道吗 就还不起借着别人的钱 或者是夹杠杆买的这种还不起别人的钱 这种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 他就是消耗了社会上的店 对吧 还消耗了一些这个呃 显卡 产生了一些热量 其他的没有没有任何价值 不可能不可能逃脱政府的监管 知道吗 就是浪费社会的资源 然后找下一个傻逼去买单 我看这就是加密货币 嗯 包括我看有以太坊啊 各种这些东西都没什么价值 知道吗 什么能 呃 现在我看包括虎乔哥也被 正在好像抓去现在在审着呢 起诉呢 然后赵长鹏现在最大的这个BAN最大的交易所 加密货币最大的交易所BAN他也去认罪了 是他这个主要也有一些呃 国家的人 你假如说拿去洗钱呀犯罪呀 什么主要是通过这种他主要说 防止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防止你去拿这个东西去交易或者什么东西 对吧 假如说最简单的以前毒贩 从哥伦比亚 把毒品哼哼哼哼哼靠人呀 各种东西运运到美国卖完了以后 那那你直接就在加密货币交易多方便 还不能用还不用运回美国了 也不用找个地方把钱藏起来知道吗 你就弄是自浮串存到一个油盘里面或者 存到哪就行了知道吗 这样多简单啊 你卖了以后直接用加密货币结算 你还不用美金携带 你以前还要把美金可能运回哥伦比亚 或者找个地方藏起来 你现在直接就存到一个油盘里面 你谁也找不见 他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知道吗 以前可能是没有管他们 现在管起来了肯定是严的很 希望大家一定要眼睛擦亮 包括不管你是来了北美还是在国内 是吧 尽量不要去参与这种事情 这是我个人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能翻天覆地 让你从这个 叫什么呀 屌丝变成高富帅 那你是可以的 你去可以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以上所有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他在嗯 他的运行 包括他的这种炒作中 没有给社会产生一点点贡献 没有产生任何产品 对吧 也不可能逃高法律的制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也能够能够理解我 这是我的观点啊 希望大家不要被忽悠 如果你坚持认为你是对的 你觉得你能通过这个 能发家支付奔小康 那你继续做 就当我没有白说 没有说过白说了啊 拜拜